我要開始撞逼 他們會 像上次在台積電 或者是像中研院 他們覺得 他們在職業上面 他有必要做這樣的一個釐清以外 基本上我們是沒有公佈 不過相對我們還是講說 對我們防疫有幫助 那我們是會公佈 那對防疫上面 如果能夠確實能夠掌握 我們就不會 相對我們還是講說 對我們防疫有幫助 那我們是會公佈 那對防疫上面 如果能夠確實能夠掌握 我們就不會 你要做大量的篩檢 就有辦法大量的做 隔離 你要做大量的篩檢 就有辦法大量的做 隔離 那每一個國家 對這樣的一個基本的認識不同 跟他分流跟管制的一個措施的不同 就會有不同的一些做法 那整體到底是誰對誰錯 那可能最後在 整個疫情漸漸過去了 大量的數據出來了 大家可以來做這方面的探討 沒有看到一個很 這個 還是說我可能學問不夠 或是怎麼樣 反正這個有關這個 這個COVID-19的這個 RT-PCR他的那個所謂的 他那個預值到底要切多少 目前其實大致上 都沒有一個很 一個不錯的共識啦 但是 大家的共識就是說 如果是 低於32 32 就是高於32 33以上的話 一般就是都不會有傳染力 那這個大概大家都有共識 所以 所以事實上我們也一直跟日方有這個共識 就是他採檢的時候 應該就沒有具傳染力了 應該要採的是176人 那176人 我們都採 那這些都全部都是陰性 那當然 後續 當然會根據各種的情況 如果需要再採 我們還會再採 那目前來講 被匡列的 應該採的 我們都已經採驗完畢 那全部都是陰性 不管是 血纖抗體的檢驗 或者核酸的檢驗 全部都陰性 今天這個視頻非常非常重要 我看到很多的私信跟我談到這個 俄羅斯有一個女性 所謂的啊 我們國內有些媒體報 18種新冠病毒 這樣的提法 完全是扯淡 完全是扯淡 是18種突變 不是18種病毒 首先這樣的標誌黨 無論它是什麼動機 它是有意也好 無意也罷 客觀上有這種不準確的 誇大的標題也好 內容也好 來誤導公眾 無論是對疫情也好 對新冠病毒變異 這個事情本身 造成很多理解上的偏差 這個奇形可逐 見到一個就希望大家舉報一個 那針對新冠病毒變異這個問題的 的確是一個一直存在 而且因為理解它需要一點點的嘗試 而我們對新冠病毒目前來說 它是一個變異的趨勢 變異的習慣也好 即便它是一個非常尖端的 就是大家看完我這個視頻 你們所知道的就是我們作為人類 全人類對新冠病毒變異 所知道的 就是科學的邊界 但是如果你不去關注它的話 你很容易被各種亂七八糟 來源的假新聞所誤導 所以我希望通過這個視頻 各位能對新冠病毒的變異 能有一個基礎 模糊的是非判斷能力 不要看到亂七八糟 什麼來源都說 不得了 嚇死我了 這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怕的不得了 加上我國現在 因為外部輸入病例 有很多我個人認為 在國際關係小組上面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因為疫情我國的防疫治理非常優秀 比正常沒有疫情時期 我國相對發達國家的這個綜合國力提升啊 是 幾倍的關係啊 甚至現在IMF估計 美國這次可能經濟還要落 那搞不好是十倍的關係 所以站在境外勢力的角度呢 人家肯定是想破了頭 也在想怎麼來擾亂中國的防疫 所以說新冠表面上看起來是什麼 衛生問題 大家想 因為醫學視頻 我還聽不懂的 關掉了 但是事關國際民生 事關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 可以這麼說新冠如果防疫搞不好 什麼經濟建設都是一片浮雲 新冠只要防得好 即便經濟受到了一定打擊 遠比那些像什麼歐洲那些國家啊 扛著新冠去發展經濟的 要好得多 這個是必須要明確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耐心 看完這個視頻 看完之後呢 你會對所謂的什麼 俄羅斯18種新冠病毒 之前提過這個波士頓的病人 一個人突變了幾種 顯性的新冠病疫 也好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啊 之後對各種類型的新冠病毒 變異之類的新聞 有一個基礎的判斷能力 剛剛說一件事情就是什麼是PCR 也就是什麼是核酸檢測 這裡我不來跟大家解釋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原理 但是有三個事情非常重要 作為結論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看一下啊 這個是PCR的原理解釋圖 我不來解釋 但是大家不知道發現沒有 它是從一開始的 兩根 對吧 變到後面 變成了四坨 所以通過PCR這個過程 大家可以把它想像為 你是拿著一個喇叭 你本來說話聲音很小的 你說喇叭 喂 聲音非常大 它是一個擴增的過程 而這個擴增的過程 是翻翻的 每翻一次翻 叫做經過的一輪 那假如你要把這個喇叭的 擴增倍數調的非常高 是不是說明你說話的聲音 非常低啊 也就是说假如這個PCR的輪數 非常高的話 在你體內發現了這個 新冠病毒RNA的濃度 其實是低的 那麼它跟新冠病毒的攜帶者 去傳播他人的傳染性 有沒有直接關係呢 是有的 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看一下 一共3000個患者的樣本量 這個樣本庫 然後在横坐標上 有一個CT value 從11 一直到37 就是經過了PCR的輪數 那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輪數越高 說明什麼 你這個喇叭 擴音倍數調的高 說明你說話的聲音輕 對吧 也就是輪數越高 病毒的濃度越低 在37的時候 是最低的 在11的時候 是他們這個樣本裡面 檢測到的最高的 只要擴增11倍 這個機器就能檢測出 啊 有新冠了 你要別的你要擴增37倍 它才檢得出來 那首先請大家看 這個褐色的數條 是比較明顯 是吧 11的人 是很少的 37的人 也很少 大部分呢 偏左 在中間 這個地方 這是為什麼 症態分佈啊 為什麼11的人 這麼少啊 因為11的人呢 說明你體內這個病毒 多得不得了 基本上 人不行啊 為什麼37的人 也這麼少 因為37的人 他體內的病毒 含量非常少 基本上不會有症狀 屬於無症狀傳染者 而做核酸呢 相比於所謂的試劑核 他需要更多的 浅時間 專業人士配給 所以對於無症狀的人 出現的頻率也就低 而上上下下的這個曲線 和這個壺 就是國外的醫生 由這個實驗來做一個 粗略的衡量 病人 代毒的多少 和他傳染性的高低 做出這個曲線 PCR 輪次在30輪以下 病毒濃度在這個以上的患者 他們傳播病毒的能力 是比較強的 當然了 這個也跟患者的症狀有關 不是每個患者 他體內的病毒多 他對外表現都是比方說 有我們認為會加速傳播的那些 咳嗽啊 打噴嚏啊 或者有的人呢 我就渾身難受啊 我就渾身關節頭 但是沒有什麼我們認為那種肺炎的樣子 但是這張圖是從病毒學的角度上 告訴我們了 PCR 的輪次 和體內病毒濃度的直接關係 這個非常重要 這是我們下面要講的前提 那麼講新冠的變異呢 我們首先不來說俄羅斯的病例 我們來說一下波士頓的病例 也就是我直播裡面多次跟大家提過的 波士頓有一位病人 他得新冠得了145天 最後是沒有能夠挺過來 去世了 但是在這145天里 他多次用藥 用了各種亂七八糟的藥 導致他體內在他去世過後 法醫解剖 然後再做檢測之後 發現了大量突變的 新冠病毒毒株 這篇文章發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面 作為哈佛醫學院和BWH 在波士頓應該都知道這是什麼醫院 他們作為一個聯席重要研討病例 來研究啊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病例 這個患者生前本來就患有長期的抗磷脂綜合症 是一種免疫缺陷疾病 我們常見的免疫缺陷疾病 大家或許都聽說過 比方說獲得性免疫缺陷 HIV 自身免疫疾病 就是你的免疫系統會攻擊自己 常見的比方說什麼免疫性風疹 蟲麻疹 這些長久治不好的東西 更嚴重比方說什麼系統性紅斑狼瘡 蜂窩性組織炎 那麼他得新冠就沒有什麼咳嗽打噴嚏 這些症狀 直接是瀰漫性廢出血 在住院第1天的時候就做了新冠檢測 檢測是陽性 靜音不做PCR 在第39天的PCR 是37.8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37.8 就在這檢測抑止這邊 基本上可以認為你這個體內病毒濃度低到一個程度 你基本上不太會傳染他人 應該來說是一個相對症状較輕 而不是你應該你要去住院瀰漫性廢出血 到這樣一個程度 所以首先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新冠病毒的濃度 即便較低 在免疫本來有缺陷 或者本來就有 在這個亞健康 什麼肥胖啊 長期的慢性病啊 家族遺傳病啊 類似 系統的代償能力 較低的身體狀況欠佳的患者中 新冠所能加劇其他疾病症狀的影響 是要大於他自己能給你身體技能帶來的影響 換句話說 這要是做飯的話 新冠就是一位好佐料 你本來得個病 也覺得哎呀 加點新冠立馬不得了 在第39天PCR 34.8之後呢 使用了瑞德西維 之後呢是轉陰性了 非常重要啊 轉陰性了 但是轉陰性 從39天到72天呢 醫生建議他回家之後觀察 觀察的這段時間中39到72 他四次住院 三次是因為腹痛難忍 一次是因為呼吸困難 在72天的時候 他的PCR轮次 我們再來看這張圖啊 到了27.6 這說明什麼 本來你已經是陰性了 結果呢 四次住院之後 你這個體內的新冠濃度啊 標增啊 大家要注意這個PCR的37.8到27.6 這是倍增關係啊 不是什麼線性關係 到27.6之後出現了明顯的呼吸困難 使用了10天的瑞德西維 繼續轉陰 又轉陰了 然後再到105天 這已經是第3次 他陽性轉陰性 再轉陽再轉陰 這已經是第3次了啊 出現了蜂窩性組織炎 這個非常嚴重 它本來是抗磷脂綜合症 充其量說你這個免疫系統啊 跟自己不對付 現在蜂窩性組織炎 就是你的免疫系統跟自己開戰了 這次是蜂窩性組織炎 伴隨瀰漫性肺泡突血 再加上血氧極低 這樣的情況下用了5天瑞德西維 又轉陰了 第4回 128天的時候PCR到了32.7 143天的時候PCR15.6 第150天機械插管 第151天PCR15.8 沒有任何變化 然後他的肺泡洗液裡面 已經發現了煙曲煤 就真菌感染 一般情況下人類的免疫系統 假如不是到了真的山窮水晶的地步 是絕少出現真菌感染的 但是即便是沒有醫學常識 你聽到這個人的肺裡洗出了煙曲煤 你直接的反應是 哇靠這個人的肺發煤了吧 你也知道這個嚴重情 3天之後患者死於休克 和多器官衰竭 那這個病例為什麼重要 大家即便是外行也應該看出了 這麼多次的復陽啊 而且每一次的症狀還有區別 第一次復陽就是明曼性肺泡出血 第二次復陽是蜂窩性組織炎 然後後面是血氧滴 再次發現了煙曲煤 它中間就出現了多次的陰性 從醫學的角度上 可以做一個大膽的假設 這是否有可能的 體內變異的新冠 重新感染了自己呢 想必大家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們看下這個患者之後的 體內的病毒基因性檢測 到底它有多少突變 首先左上這個圓的再突出來一條 這個圓的呢就是全世界 現代新冠毒株 來自哪裡的按照顏色 比方說綠色就是來自歐洲 而突出來這塊呢 拿一個框框起來 就是這個患者他自己 他一個人突變出來這麼多毒株 而右上這個折線圖呢 上上下下非常明白 一共上去了4次 也就是復陽了4次 它的縱作標最低PCR是40 為什麼不能更低呢 因為更低你無法甄別的 到底是新冠呢 還是新冠碎片 之前我們有一期已經講過了 新年那一期 比較枯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翻 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呢 最后導致它身亡的 這一次復陽我們看到 它的濃度是最高的 而橙色的有TT273 代表了非常關鍵的 顯性突變 它的傷害性隱蔽性耐藥性 當然它這個是在醫院裡 如果不是在醫院裡 都還有一個傳播性 有改變的我們叫顯性變異 沒改變的我們叫隱性變異 病毒的變異完全是自然 隨機出現了 只不過通過自然的被動選擇 在患者的體內 跟各種的抗體藥物做對抗 那麼能活下來的那些 能夠傳播給別的速度 傳播多了我們作為人類才有更大的機率 可能會發現一個患者 你身上有這個變異 我們才知道原來它發生變異了 但變異 無時不刻不再發生 自然無時不刻 在患者的體內篩選 更優良的突變出來的 新冠變異種 這是自然選擇 而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就是我們看它這個 升起的風 和兩個橙色虛線 它交接的這個地方 在它升起的時候 只憑非常短的時間 它就能通過自然的被動篩選 篩選出兩個能夠長久繁衍下去的 變異新冠毒株 它不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你只要幾天 它就能突變出兩個毒株 這兩個毒株 就會一直在它的身體裡 而且事實上就是患者的病例 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 假設在第四次復陽的時候 它挺過去了 那體內的病毒 依然會留存一個非常高的濃度 它依然是有傳染性的 假如有一個易感的人跟它同處一室 那麼它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突變的毒株 全部傳染給這個人 而這張圖的下半部分 這明確列舉了 它到底突變了哪些 顯性突變是突變的哪裡 我們可以做個比喻 底下這一條一條的 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一張圖 比方說新冠病毒 就像我這樣 有的人能夠捲舌 有的人不能 有的人有耳垂 有的人沒有 這都是突變造成的結果 那麼你認為 我明天就能突變出兩個翅膀 飛上天 跟太陽肩并肩 這個可能性高呢 還是說我明天突變一下 我本來不能捲舌了 我明天能捲舌了 這個概率大 那麼這個患者體內的病毒 最標誌性的就是 獨立突變出了 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 N501Y 也就是紅框框出來 上面不是個500嗎 500往右一格是吧 底下不是有Y嗎 上面這個點就是沒變的 底下出現了Y 說明突變出Y 也就是501Y 現在我們認為的 英國那邊發現的 變異毒株 和南非獨立發現的 N501Y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大家可以說 我可以溯源 這個病毒到底是哪裡來的 一個男人黑頭髮 一個小孩黑頭髮 你們一定是父子嗎 一個男人長的是大長臉 一個小孩長的是大圓臉 那肯定不是親戚關係嗎 這樣大家就能明白了 為什麼新冠病毒 可以被溯源 和溯源的重要性 為什麼這些病例 要著重的拿出來講 科學家和醫生到底在幹嘛 在忙些什麼 那麼下面一個就講 俄羅斯的病例 所謂的18種新冠病毒 波士頓日大哥呢 是抗磷脂綜合症 俄羅斯這位女性呢 是淋巴硫 都是有免疫缺陷疾病的 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他的4月幾到9月中旬 17次核酸 全都是陽性 但是他的臨床表征呢 沒有波士頓日大哥那麼可怕 後來9月中旬之後 他的新冠臨床症狀 也是明顯的消退 一直到現在都是所謂的陰性啊 但是假如是從10月開始 到現在這麼長時間 都是陰性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可以認為他 可能真的是陰性了 不會像這個大哥一樣 一直在富洋啊 非常值得表現的是 發製片文章的科學家呢 還橫向的 把這個病例中間發現了 這個病毒突變出的各種基因組 跟世界上別的醫生已經發出來了 別的病例上面突變的基因組 做了一個對比 看看是不是自然的被動選擇 選出來的新冠啊 大家好像 都會突變這個 就是無意中自然被動選擇 突變出來的新冠 都會是這種類型的 突變 那麼這個中間重合三角形 密度最高 說明這個新冠變異啊 被動選擇 重合最明顯的地方 底下有個紅色RBM的 大大的字 什麼 N501萬 也就是現在英國和南非 發現這個新冠突變毒株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自然來被動選擇 發生N501外 突變的新冠病毒 更容易在自然條件下 存活下來 以及 未來我們可能會更多的發現 各種各樣新冠病毒 身上都有一個共性 就是N501外 傳播性增加的突變 這是個大趨勢 Delta 141到144 這個地方發生了缺失 缺失呢 我們也算突變 我可以突變成 明天我突然會卷舌了 我也可以突變成 明天我突然尾巴又長出來了 不是嗎 這都是可以的 那麼中間這個RBM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這塊地方發生的突變 可能對新冠 外部顯現的 這種我們關心呢 說了四個啊 傷害性 以逆性傳播性和抗藥性 更有影響 你說抗藥性怎麼也會跌加呢 大哥你想想 波士頓這大哥假如挺過去了 在他身上用了多少藥啊 還因為他是危重患者使用了 已經康復新冠患者的血清 這大哥要是挺過去了 他體內這個新冠病毒 那是身經百戰了 那不光是藥 我已經打過了 別的人類的抗體 我也是經歷過了 各位假如堅持到現在呢 這個視頻也差不多要結束了 一般來說這種視頻 科普雷的視頻啊 稍叫枯燥啊 去惠性叫低 各種完全發生什麼評論之類 也都是非常少 很多人看一半就點出去了 但是他又是非常重要 必須要有人 通過親近大眾的方式 把這些深色的科研成果 傳播給普通大眾 我也相信各位假如堅持到現在了 起碼對三個東西 PCR的倫次 核酸的檢測 和新冠的傳播性 第2個 所謂什麼18種突變 是數字越高就越可怕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 第3個 為什麼我們全國上下 絕對不能放鬆 疫情管理這根弦 特別是國外已經篩選過 疊過buff 自然被動挑選的 高等新冠變異堵住 進入我國 這個挑戰 是嚴峻了 但完全說不上可怕 那麼最後做個總結 就全人類目前 新冠變異 得出有4個 非常明確 科學證實的結論是 病毒在人體內 可以多次 分別 獨立變異 新冠的交叉感染 是可以對字體進行的 也就是一般情況下 我們說交叉感染是個 別人得了這個病 又把你給傳染了 但是像波士的那個大哥呢 他是自己 變異之後 又傳染給了自己 本來那個新冠還沒好的 突變之後一個新的新冠毒株 又把自己給感染了 等於是多重感染 而且他的症狀 是可以疊加的 那麼第三個呢 新冠病毒可以長期 以非常低的 低到PCR 我們現在作為 一種非常主流的 認為是非常敏感的 檢測方法 都幾乎檢測不出來 它的這個預值 這麼低一個濃度 長期存在在 免疫有缺陷的患者體內 所以這個說明什麼 如果有類似 長期免疫性缺陷 患者的家庭 希望你們一定要保護好 你們的家人 或者有類似 長期慢性免疫性疾病缺陷的患者 如果你們之前已經得過新冠 不要認為短期新冠的陰性 一定沒有事了 一定要把這個時間 觀察的時間 更多延長一下 第四個問題 多種變異 是可以無差別傳播的 一集我們之前說過了 如果一個人身上有多種 變異病毒的話 他可以同時無差別的傳播給 一個沒得過新冠的人 希望這個視頻看完過後 大家可能要回去 因為我語速也比較快 多次的看一些 片段 但是起碼 像我一開始說的一樣 之後看到各種各樣 什麼新冠變異 這種標題黨 假新聞 沒來由的 有一個模糊 初步 但是堅定的 是非 判斷 那我這個視頻也算是到位了 你要覺得在這個視頻里面 學到點東西了 點個贊吧 點個字幕